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最近都在讲到北港 是不是北港在分离 分离不是台湾的南部 这个南港在台北 台北是在台湾的北部 好 来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北港刁天宗 各位主意来看 这个地方是一个日本时代的老商品 这边这条的这条就是刁天宗 那时有一个句话说 它是台湾的日光冬照宗 日光冬照宗 我们知道就是日本一间 非常大间非常美丽的神殿 台湾也有一间 这样可以给它比拎 就是我们的刁天宗 那么你看这个路很漂亮 一条这么大条 这就是公前通 那就是你现在去到刁天宗 它真正前的这条路 做老列 做老列 这边都是仿巴洛克斯的建筑屋 上面这这样 往往大家都建成这样 装饰到很漂亮 而且那是在一旧一般年 市区改正结尾时 那么就是这个北港那时候 如果真劳烈 很多人都要开戏 我们在整个集合说过 北港的素材戏戏 就是北港座 北港剧场 北港剧场的变成是大副戏院 现在也没在营业 正新戏院是建后再来 还有这间叫做国宾戏院 我们来看正新戏院 这间是正新戏院 就是在公前通 北港的头上那条大楼 就是那条中山楼就对了 这间你看它也是这样 设计到这样 叫仿巴洛克斯的图文 我们设计得很用心 虽然它是建后的 但是人家在家庭也很丁净 它是在世完 一旧五十年的时候 我发现时 那电影当中在穿 很多人 我每天都听说 这样穿到里面 滴滴滴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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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虚台上面 也是都人 到后面 那个镑影 那个 荧幕布幕的后面 也经常在看 这样表现时 看电影是很快乐的事情 很大的五六 但是到一旧七空年时 哇 就跟你说电视起来 电视起来就开始 大家就不想看电影了 看一个电视 那里面 那里面的布地鱼 还要演下去 哇 就会满满的 那么这栋呢 我们来看它 是一个米黄色 也带有一点米黄色的味道 但是买了 它买了 关系后后 就没有在做电影 后后 去日新堂丙店 把它买下来 这个日新堂 把它买下来 后后呢 它这个上面 还有 他们还整理一下 目前 一定有把整理到里面 包含有一些 那个 冬车放电影 那个 古早时的 东西都在里面 我们先来看看 这间镇心 戏院是如何 这是北港 昏林的调停工 他们要来找出 北港 进行悉行 马祖京 头前的这条路 叫做 中山路 最大条 最大劳烈 日本时代 叫做 公前通 以前是两边 都摆楼家 大部分 都是仿 巴洛个事件族 这是在 1900年 大前七年 的市区改正 计划 里面 把他推广 那个时尊 杂田共 有台湾 的日光 东造工 集成 这种商品 就是 在1900年 几月之后 所推广的 道路 整条街 你自己看 水 档档啦 现出时的 中山路 一定是 变着 什么店 就有了 哎 电报 买也有 现在我们要找 就是 正行 逆行 北港 地方上 由日本时代 到现在 清清后 有四间 飞行 正行 在1950年 开墓 但是 那个时 因为要配合 杰金 也是拆除了 巴洛克斯的建筑 在那个时代 刚刚开墓时 成立是 抢抢滚了 哪是有 中间的 廟花花店 也已经过到 这间 戏团 这一年 这一年 一旧出国 他也是 终于 拆掉 石台 钓流 这样 散来 拐门了 我叫 一群 当 担店 不把他 买下来 但是 那个 虚台 也有 够 自己保持 丢的 这间 虚台 当 要 行 你可以 这里看 就是说 这间 不 这间 你又 去 一种 凡 巴洛克斯 所以 说 说 只有 这个 历史 的 这个 携带 另外 我们 可以说 從日本時代的氣氛 來了解到台灣人開始去接受現代電影時代的過程 這就是我節目要說的 比如說來 我們現在看這間 這間叫做台南麻豆的電機罐 電機罐 想說電機罐有兩種說法 有一種說電機 電機就是電那個人的名字 裡面一個孤獨的名字 有一個機 電機就是要電 這個我覺得太適合了 另外一種說電機一般我們來講就是在日本時代 你若是在打電話 有的 作為哪一種電話交換手 這也叫做電機 另外一種就是說這個電機就是電影裡面在服務的 現在我們知道是不是 這間是開在193百年 在那個時代裡面 電影裡面 電影你看它的裝飾都是article 也就是所謂的藝術裝飾 這種的就是說強調比較理性 這個工業時代搞了 所以要強調比較理性 要集合圖形和直線 這種的大家有的人看到 如果有裝飾就開始說 用仿巴洛克斯我常常在看的藝術 這樣在介紹 不是 這個是鋼金粉凝土的結構 各位注意看這裡是電機罐 不是什麼 建築這邊做電機器 它這個上面才有五個篩頭 篩的篩頭是在創傷藝術的 篩篩頭的表示說 它一年一禮拜放七天全年無休 全年無休 這個家民還有這個三個 這個胰口 就剛才還會電機罐下進去 那麼你如果要來這裡看電影 你看這個旁邊也有山頂的地方 所以整個這個設計 你看看它的山頂上都非常漂亮 這是在那個 這個門頭 大家來買這個門頭 其實它的旁邊還有很多種色 因為我們這是衛生民 我們鴨瓶就能看到它比較上色的設計 最深色的是 何孝賢在冷清空近年的時尊 最近利用這個電機罐現在當然也是沒開了 但是利用到這間 去撥到這個三分鐘的地平 這什麼來演呢 這張正和舒淇 來演什麼呢 來演 說 反正是說 他們是一堆老婆 現在來這裡要看電影 短短的三分鐘 還是要參加什麼世界黑酒的比賽 那張正是演一個軍人 這個舒淇 是演一個懷孕的媽媽 又看著他的兒子 那麼 今天在裡面看著我 要看電影的時候 螢幕就黑了 他就合作什麼 我不知道他要表達什麼 可能是要表達廢墟 他意思還是怎樣 但是他特別要跟各位說 就是說你現在現出時看的電影機罐 一定是變成這樣 他可能目前不知道有留在國籍 不知道 但是在那個時代裡面 電影差不多都是這種新藝術 article的風格 而且這樣講到他裡面有冷氣 有抽菸室 有那個 我們說的 有那個小姐 跟你在那裡搶威 也有那個扁書 扁書就是說你在演的時候 他就在旁邊跟你解釋 那個時代裡面有的 是那種台灣人聽不懂 日本語 日本語就聽不懂嘛 就要有扁書 扁書 都要很厲害 扁書的關係到你的票房 不是青菜人就能做的 到那個時代來 1933年的時代來 那個時代 台灣的電影院 都強調說 你如果要蓋電影院 一定要蓋得很Fashion 要Fashion 就一定要蓋那種歐洲的Style 這種的實施之間 所以譬如說1933年的時候 新特有一個合作有樂作 現在是兵作是新特文化教的 影像博物館 那時候強調裡面裡面有冷氣 或是專帶我們 電影院第一座有冷氣的 接著它還有RCA的放映機 JVC的發生機 這個電機館 如果是算二級的局長 兩站勞法館 一勞可以坐三百幾的人 二勞可以坐百幾的人 那鏡頭可以坐在後面 檢視 而且呢 他的舞台的學生 聽說有放在那裡 那裡可以產生共鳴的作用 因為這個電影 電影的冷氣 如果是開到太強了 曾經1936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佈祖 我們就看到他 就討論說 我這個電影裡面 看著電影 我冷氣拿到太大港 大家觀眾都會感冒 這樣 所以你看我們那個時候 就一定實在是 這個很出名 這鏡呢 不是隨便人可以去的呢 這是那個時候 專門軍的軍手 就是那個時候 他認為有一個是 這個人是叫做 山林上市會社 台南州總代理雄 就是軍居力富商的單行 陳陳代行的行 這個 他認為說 這個人才有夠主價 來蓋這個電影 不是親切人要蓋就可以了 他的主文才才有夠 叫陳陳 這個人 前後呢 他這個兒子 他第三個兒子 我怎麼又繼續 叫做陳德福 繼續經營下去 哇 這行李也好到這樣 好到這樣 整個舞台 什麼的都這樣 很順順順順順的人 他是高雄 到1987年 所以來協業 好來 我們來看看這間電機館 我現在在看這間叫做 台南馬刀電機館 在現出時 他的名叫做 馬刀興 電機館是在19300年六成 這是鋼筋粉銀圖 兩棧樓的館 一樓可以坐300人 二樓可以坐100人 這間電機館目前還存在 他的證明是歷式 所有的種式 都是裝飾主義 RTECO的形式 總共佔地280幾片 證明有三個口 本地是電機館 後來才改成這樣 儘管有七個 先用篩頭的種式 代表一禮拜七天 都有在放電影 算了又全年無休 導演何孝賢 在2007年的時候 他這間電機館做月間 蓋了三分鐘的地平 叫做電機館 日本時代要經營電機館 不好意思 日本政府說 你大概有夠的財力 那時候 最多的負責叫做 丹姓 不然就是 他有丹姓的名 來蓋了這間 電機館 電機館一開始 沒有單行 就請了專業的經理 來管理 那時候 主要是 黑白的領域 因為 他的費用比較高 所以客人都是 日本人比較多 然後 然後 有到他第三個 後星 男福特 十手 一陣生日 也很容易 那裡 的通道 跟著 母台下 真的都是人 甚至 也有人 走到金毛的後面 倒閉看 他也看得很高興 電影的五六四驎 跟著 一九七空 和一九八空 年代 慢慢就 沒落 下去了 尾巴 變成 是在演 歌舞團 到一九八七年 哇 接下來關他們 問了 為什麼 叫做 電機館呢 因為電 就是放電影 機 就是日本的工作 館 就是日本人 在說 遺憾的意思 其實不知道 這間 經常可以再利用 好,來 我們現在 就要說回來 北港 我告訴你 北港 是分音的美食一度 當然要來去吃好料 呢 要來說 一個東西叫做 雞肥肚 休閑一下 馬上回來 台灣啪啪走 了解台灣的文化和文明 李尚駱 大家好 我是漁夫 我們要來說這個 北港 好吃蜜 不過我不是要說 這間多好吃 那間多好吃 我以前跟你說 鄉條粿 很多人 今天要來說的是 在北港 那裡 有幾個叫做 蓬佩 他在賣雞肥肚 所以你現在 跟鄉條天宮 就有一間店 他就特別說 經常說 他在賣雞肥肚 你賣雞肥肚 你自己說 那麼大聲 小聲 那是什麼肥呢 是什麼肥肚呢 可以大家在 夾減呢 就叫做 不用肥 不用肥 我們台灣人一句話說 有錢吃便 沒有錢便吃 對吧 來看這個 好 這個呢 這是豚皮 就是豚皮 豚皮 豚皮 變成膨皮 這個呢 是這個米酸 這個 在北港的米酸 跟其他的米酸 我們普通在吃的 蚵仔米酸 不一樣 意思是白色的 普通在吃的是什麼色 紅色的 紅色的 一定焦糖化過 所以 紅色的米酸 你如果煮比較久 久煮不爛 所以我特別把它揉起來 這間店也吃什麼色呢 他這個米酸裡面 他還有一個蛋白 就是說 雞蛋白 蛋白 蛋白呢 三個 這就是他在買的東西 就是米酸 雞肥豆 滷蛋白 雞肥豆 就是這個 叫做 這個 豚皮 那麼 在這個 所謂的豚皮 不用肥 是屬於這個 食手漁科 在台灣有20幾種 這個 比如說 黃魚 黑口春這種魚也是 還有什麼 白口 還有那種 打頭 三月 這都是 但是其中 一種魚叫做 金字面 這個魚 最多的高級 我有一天去到 中國的潮山 看到他們 有哪些 打魚肚 打魚肚 注意看 這是什麼 東西 打魚肚 那個魚肚 就是一種 金字面的 魚鏢 它主要浮沉的 那種 叫做魚鏢 所以潮山話 有一句說 這個 鋼的魚 小小也有標 薑子 魚就算 小小的魚也有標 那標 就是魚肚 魚肚 因為你如果 一般在高級的餐廳裡面 有人叫做魚膠 魚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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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就叫做 肥膠 花膠 這個 打完之後 也變成半透明的 乳白色 在這裡有什麼 紅紅 有什麼光澤 在這裡放越久 越好吃 我最近在台北 有人 去煮過 炒出來 好吃到 但是很貴 這樣一半而已 差不多要 幾千塊 所以 這個魚肚 其實魚肚的外形 跟這個 豚皮的外形 真正 用起來看 真正 真正 其實是一面正 現在我們兩個人 就吃不去 這個 魚肚 你如果是說 去用餐 如果把你用魚肚出來給你吃 這樣表示說 你是一個非常 這個 真的說 說起來是非常 重要的 這個人物很想你吃這麼好 是不是 來 看看這個 就是這個 你如果吃不去的人 吃這個 鳳梅 你看這個鳳梅 其實這個外面的 形就覺得 真正 真正 來 我們現在來去吃 這個 這檔 是在吃這個 鳳梅 叫魚肚的鳳梅 大家好 我是漁夫 這位就是阿鳳 我們賣 油門 跟他的米刷鍋 都很好吃 他現在要帶我們來吃 對 來 來了 你的米刷鍋 怎麼好吃 我跟你講 這個米刷鍋 台灣全線 只有北港才有的 是 我們這是白色的米刷 對齁 用肚骨湯下去煮 煮車點多煎 煮好 要煮熟 要煮熟 看到米刷 煮好 煮好 再煮肉汁 還有一塊乳蛋白 是 這 你如果去想就要用加軟 加軟 加軟 就是 我以前的農業時代 在那種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 那種農業時代 我們小孩 北京有經過 一些肉 你看清四餅 在吃 要吃א 去厘你 好 就香 吃 這裡有你們 電燈 炘焯 快就清 吃 早 甚至 很想煮 好不好 我們這裡有一個磅皮的湯嗎 磅皮的雞魚肚 這是磅皮魚 這種是很古早的 古早的 古早的人 就是很想帶好人 那種奢侈的吃法 你魚肚不可能要盡量幾十千塊 對 這種豬豬我們都放進去磅 像做完像磅魚肚一樣 所以他們這樣 口感和口感 在吃和魚肚很一樣 和魚肚 對 魚肚 是 是 是 所以這算 善恰人的美食 美食就對了 好 謝謝 這樣我要來鄉親吃 還有一隻 所以我常在說 我們的音訊跟我們的魚肝 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說來看這個 白白鴨雞肚肚肚 白白鴨雞肚肚 這是白鴨 這是我畫出來的白鴨 白鴨它的版文是一點一點 這是肚肚 肚肚是一條一條 我們台灣有幾個叫做 白鴨雞肚肚肚 什麼意思呢 來 我帶你來看 這是藝蘭的古風餐廳 這是它的菜單 也簡單寫幾天 但是如果有海中來 大家擠海 那你要不要吃紅蕉 那你蒸的,我幫你蒸紅雕 你這裡土土說什麼? 土土,土土這裡說八八 你說酒雞是什麼?酒雞叫土土 對啊,酒雞就有土土 大伯說酒雞,這裡說土土 是喔,這裡的土土就是在說八八 這樣喔,這麼有趣 這個餐廳我來這裡學到,不是土土,是土土 啊,雞蘭人說土土,其實是在說八八 所以酒雞因為跟土土,很感興 所以還有一句話說酒雞叫土土 身材這裡,漢照這麼好啊,你 都這樣而已啊 這個雞蘭的都比較大,漢照這麼好 雞蘭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是禁止了雞 所以不一定,每天都會吃到 所有菜都是分開來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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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家的,像我們家的家庭廚房 在禁魚的期間,台北人吃的,都是適合的 我沒有看過這種效果 紅茶喔,幾幾年了,來這裡幾幾年了 六年 六年喔,都不會才有魚啊 謝謝 魚的料理比較多 魚肉也有 肉也有 好,謝謝喔,很好吃,謝謝 很舒服喔,在那邊吃一餐 接下來還可以學一些東西 真的有吃,還有餐 來,我們後禮拜要來講 這個雕琴宮旁邊有一間非常奇怪 烏鋒式的建築 這間其實在日本時代 是台灣相公銀行的分行 我們後禮拜會記得,交一個時間 我是漁夫,大家記得再會,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